来关心这嫌犯也是非常的嚣张 他跑到医院的顶楼 居然要来偷女性的内裤 正好被保全看到了 这嫌犯立刻拔腿揪跑 保全当然一路狂追 最后还有民众建议勇为 无畏人将这一名嫌犯制服了 医院监视器拍下 穿驼色上衣的嫌犯正准备离开 被保全挡了下来 一路拉扯到门口 嫌犯一个转身拔腿揪跑 保全紧追在后 还一边打电话通报110 保全队200公尺 在大马路上开始和嫌犯扭打 包出来了在压制了 在这边 我们警察还没到 警察还没到的时候 再给他压制 两名路人在马路上看到 立刻加入协助 四五个人才终于将 这个身材魁梧的医院窃贼 制服在地 等到警方一到 立刻将他带回派出所 自动病房外的那个晒衣残 他窃取那个 那个女性患者的那个两件内裤 他内部死掉了 他想要拿 早上十一点半 嫌犯跑到屏东一家医院的晒衣厂 偷了两件内裤 正巧被院方撞见 立刻被逮 而警方清查之下 发现嫌犯之前也有过偷内裤的前科 怀疑他可能有特殊癖好 不过连病患的医务都偷 让病患十分不以为然 应该是有专门 跟当促乱 mics